不要 戴起面具 扮成幽靈 行動劇演繹 醫療人員的心聲 被低薪高工時綁架 醫護好 醫護好 照顧者才會好 照顧者才會好 醫療人員變成過老鬼 害有人扮成花花般僵尸 看一早晚交錯的牌斑 苦不堪言 醫療人員不是 醫療廢棄物 用完就丟 真相只有一個 真相是哪一個 我是變成殭屍的柯男 因為連柯男都被操到過牢 萬聖節前夕醫療人員 換上硬頸裝扮 走上街頭抗議低於職場 疫情之後根本累到變成鬼 大家好 我們是 台大醫院工會 血汗醫療 血汗醫療 低於職場 低於職場 實在人無可忍 針對醫療勞動制度 提出四大訴求 包括人力補足 不過牢 改革不合理的輪班制度 保障基本的勞權 儘速通過 職能治療法 修法 改善低性的結構 還有政府 益助健保 足而提拨36% 疫情過後 很多人都離開了職場 護理師不願意再繼續職業 那我們也希望 健保的部分 能夠尊重專業 像放射師 治療師 還有護理師 他們的薪資 應該要能夠提高 健保總額的大病要擴大 從這邊的源頭擴大 將來他們的心血 才有可能會提高 看看下個禮拜 可不可以來疫情談一談 他們這些相關訴求 怎麼落實 我們以後也定期 要跟他們做開會 衛福部不只在活動前夕 邀請醫事相關工會團體 討論人力與薪資的問題 也承諾未來會與工會定期開會 進行意見交流 改善血涵醫療 歡迎信用裝品達 邱子玲台北報導 最巨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相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 晚間十點請鎖定 團員一把抓 essence 第二口 全新